不过吃蛋糕很多人会怕胖 而采取完全不碰淀粉的这种激烈方式来减重 但是营养师表示 淀粉是身体能量的来源 如果完全进食的话 恐怕要影响身心健康 怕胖不吃淀粉 小心情绪失控 不少人怕胖 采取完全不碰淀粉的激烈方式减重 若完全进食 恐怕要影响身体健康 因为淀粉是身体所有的能量来源 连大脑运作都有淀粉产生的能量供应 此外淀粉还能帮助大脑的酸胺酸代谢 一旦少吃或者不吃淀粉 容易造成情绪管控不佳 所以减肥不吃淀粉的人 情绪管控会较不稳定 值得注意的是 食物热量吸收其实跟体质有关 一项国外的研究指出 祖先若经过战争洗礼 他的子孙后代就脚会变胖 分析指出是为了生存 他的子孙后代的基因 就已经改变到非常耐饥饿 因此吃下的热量 就容易变成脂肪细胞 储存在体内 以硬不时之需 健康的吃淀粉呢 营养专家建议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应从全骨 未加工的食物下手 如红豆 绿豆 糙米 全骨类等最安全的食物 这些食物先为营养素较高 第二个阶段是经过加工 但是只去壳留下可食用的和人 如米去壳后的精致白米 或绿豆蒜 白面粉等 只剩下里面的和人 这些食物也可以食用 只是营养成分较少 专家指出 像高油脂的面包 这些东西最好别碰 因为加工过程中 可能添加了许多的营养添加剂 建议选择天然未加工的淀粉 才能健康的掩饰 没有负担 中网电视编辑报道